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转来了 如果通胀见顶是不是就不用加息呢? 最近看到有些分析员这样的估计 是不是有机会发生呢? 不加息 甚至乎减慢加息 我们来看上次美国加息循环 美联储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 由零提高到联邦基金利率到两年半 直到一百年底是因为 美股的标指调整了两成之后 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把利率再次减回到零 其实除了一百年底的减息 另外2020年的无限量宽 也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 印银纸等等 由四万多亿的资产负债表 到差不多接近九万亿 美联储也把零利率 印银纸之后 也把零利率维持得太低 以及太长时间 其实现在就要处理那些所谓后资后角的后果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加速地把货币政策收紧 美联储在这里看过去五十年 我们有黑色线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红色的就是CPI 其实我们要看到在四十年前开始 其实货币供应也不断开始 有一个很大的数目的增加 有10%以上 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那是更加明显的 终于造成了目前的通胀率高企 如果经济放慢的时候 因为要加利息 逢时股市也在极高的估值水平 就会造成这样的危险 说到CPI的时候 很多人都听这个数字说得多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今天简单说一说 CPI对美国人来说 每个月用百万种的商品和服务 有一个固定的一男子 这些商品和服务 代表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 可以是入油、买食物、杂货、交电话费、电视费 甚至乎去诊所各样服务也有 其实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说统计局 是使用家庭调查 去确定刚才那八万样东西 在购物栏里面 那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它分别会给不同的比重 在不同的价格的转变 在对不同的消费者的重要性 进行的一个加权 你得出每一样东西的权重有多少 计算出来就得出每个月 或者每年的变化比率 好像很复杂那样 除了CPI之外 美联储也比较喜欢采用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就是我们所说的PCE 每个月在公布GDP数据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数字 作为行量通胀的另外一个指标 PCE这些指数 它是衡量所有消费品的价格变化 而不单止是消费者用钱支付的价格 有点不同 那是更大的基础 我们经常说核心通胀 什么叫核心通胀呢? 这些就是经济师经常把什么呢? 变化了CPI就是把能源和食品的价格 剔除了之后 得出了核心通胀的价格 因为能源和食品价格 通常价格比较波动 我们会看到红色线可能会很高 下来的时候也会很快 因为包括这两个价格比较波动的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蓝色那条线 就叫核心通胀的情况 当我们有时候看到能源类和食品类的时候 价格上落得很快 就很容易被人用了做通胀对冲的工具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能源类 为什么今年还是要继续买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觉得现在能源价格高 食品相关的资产也会受到人注意 其实也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觉得它可能会再涨的时候 就有短期的对冲通胀的好处 对于美国人来说 今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年 因为经过通胀调整之后 人工的平均收入 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见了顶 现在开始因为通胀上升 你会发觉到实际的资金增幅 是没有那么大 因为通胀的效果 马上产生到有意义的影响 其实持续高通胀 会造成一些经济放慢 还有股市会作出更大的调整 因为企业盈利又会增长 预期就会低 因为通胀高的时候 你要企业赚的钱 去超越通胀 其实又会更加困难 之前制造的财富效应 就会逆转 就会是一个结果 直到股市回落得多的时候 又需要美联储再运用的财富 去托市 譬如我们现在看环球的通胀情况 譬如像德国 现在的10年债息 已经到了过去8年的最高位 这两个人都在说通胀去到40年新高 环球利率其实很难停止上升 今晚7点45分 欧洲央行公布议息会议 决定是7月加半离还是四分一离 四分一离又是夹的 到时可能会好 滑消息就很波动了 今天主题就说有分析员认为 如果通胀见顶 美联储可以放慢加息 甚至乎不加息就应该没人说 这些其实也是挺天真的想法 如果减少加息 通胀预期又会提升 这就像70年代 会有一些恶果的出现 当然了 明晚大概价四小时之后 CPI的报告8点2上定落 又会影响到下星期二三 FOMC那些会议的气氛 其实投资者希望美联储放慢加息 或者停止加息 甚至乎停止量化紧缩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对股市没好处的 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要么就像18年底下跌两成 或者像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跌超过三分之一 那你就可以如愿如常 现在的标指 就是下跌未到两成已经反弹了 其实美联储就没什么好处 就继续加息 很简单的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面 继续讲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里面的PATREON连结 支持九哥 看看我所分享的更多详细市场分析